上海三层老洋房 祖孙三人却住不开 可爱的外公外婆都认为是对方的囤鸡皮造成吧 家里有两间超大储物 架不住二老汇囤东西 一人霸占一个储物间 怕媳妇的外公打小报告 老伴一看电视购物就无脑入 打骨折的棉被 一口气下单二十件 全堆在一号储物间 鸭绒的 蚕丝的 外公随手一掏 还翻出一整盒毛线球 老伴去年答应送他的爱心毛衣 青年都不指望穿上 外婆表示不服 她买的东西都是实用的 不像老头子 吃剩的羊眉罐子都当成宝 女儿去年送个面包牛奶 囤在二号储物间一年多 翻出来一看都过期了 这对77岁老夫妻 日常小打小闹撒狗粮 携手相伴走过半个世纪 晚年有外孙陪在身边 小日子幸福地冒泡 但自家的三层小楼 是1941年的老式洋房 房子的布局老旧 对老人非常不友好 洗衣房设置在二楼半 小洋台却在三楼 疼媳妇的外公退休后 承包大部分家务 每天洗衣服晒衣服 多走一台阶楼梯 她的老胳膊老腿都要散架 比外公还大四岁的房子 家具老旧 设施基础不到位 守护这家的大门 前后修了八次 花光了外公一个月的私房钱 也不见好 两老人晚上睡觉 做梦都想着对方的储物间被偷空 自己独占两个储物间 两位老人从前苦惯了 救的不去 新的又来 小茶壶救棉袄 总有一万个理由不能丢 全部摊平躺客厅 地上都没处下脚 暗量老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再多两个储物间也不够装 家里迟早要塞报 从小被外公外婆带大的小洋 为了报答老人 希望通过改造 给他们一个舒适购装的家 大胡子设计师孙剑亚 小包一杯来接单了 老洋房总共三层带小院 进门两节台阶办老人 边上是一间三平米老旧厨房 往里就是外公专属的储物间 东西果然不是一般的多 剩下阴暗潮湿的客餐厅 三扇窗加一扇门都就不回采光 家层亭子间是外婆的储物间 老孙直接看呆 门只能开一半 里面的东西出不来 外面的人也进不去 二层只有一间老人房 和一间起居室 没有专门的老人位 老人上厕所都要提前五分钟下一楼 三层条件比二层好 除了两间卧室 多一间迷你卫生间 但只能蹲坑不能洗澡 两间卧室 一间睡小羊 一间留给工作繁忙的羊爸羊妈 让他们偶尔回家小住 但小羊喜欢玩音乐 房子又是传统木结构 横向的楼板和树向的隔墙 隔音效果都很差 羊爸羊妈回家也不常过夜 整栋楼只有二层半一间淋浴房 一家五口抢不过来 松垮狭窄的楼梯 对两位老人也不友好 改造前 妻子老孙摇来收纳室小布 请外公外婆把不需要的物品贴上标签 带两位老人大碗断水 不用的花瓶茶壶送给别人 破衣服就裤衩直接扔掉 房子一见清空 老孙原地召唤施工队 事先说明房子是历史保护建筑 房子的结构 外立面造型 窗户楼梯以及卫生间位置都不能动 改造要完全从室内设计入手 淡定老孙看完房子结构图 表示问题不大 改房它是专业 结果房子拆完 老孙就想畅良良 房屋结构下老头 屋梁木梁完全腐化 居称房子的木柱也被掏空 老孙连夜找结构工程师喝茶 决定用钢混桶状结构的加固方案 拯救破败老宅 第一步打造12厘米厚的钢筋混凝土 支撑四周墙体 第二步用钢柱替换原来的圈梁进行加固 和邻居的供墙区域 流出缝隙 保证不影响邻里关系 施工队一通操作猛如虎 房子面积损失0.5 好在房子的结构坚固了 室内空间也更完整了 下一步规划房屋格局 厕所和楼梯的位置不变 老孙将一楼玄关 厨房和客厅打通 坐平了地面 增加了采光 二楼和三楼房型保持不变 将一楼半外公的储藏间 和老人房打通做成套房 原本二楼的起居室 变成羊爸羊妈的房间 整个三楼改成小羊的私密空间 房屋格局基本确定 针对两老人的囤积品 老孙采用收纳室提出的立体收纳建议 重塑了一个新的收纳系统 他首先为常住的祖孙三人 新增两个衣帽间 其次在每个卧室 都设计了大量通顶柜 增加利面收纳 减少占地面积 同时移动外婆的储物间 增加隐藏式收纳 经过两百多天的改造 老羊房焕然一新 两老人一进门激动坏了 宽敞明亮的客餐厅 摆上了他良喜欢的布衣沙发 坐下一家五口正好 办事祭前的沙发椅 换上新外衣 搭配青砖老强典雅别致 背后藏着外孙小羊的钢琴 对面大餐桌带电视 靠墙是通顶白色橱柜 外婆的古董碗筷和杯盏就放着 西橱带大水时 橱物柜收纳整齐 往里适用外公的储物间 换的中橱和洗衣房 橱柜储物功能多元化 洗衣房还有大面积收纳 外公觉得自己捡到大便宜了 以后做饭洗衣服能同时进行 户外小院重获新生 可爱的外婆在瑶瑶椅上能做一天 以后外公负责照顾家 她就负责貌美如花 原来的楼梯扶手重新打磨 再次安装 老房拆下来的木梁也重新加工 制成楼梯踏板 比原来的踏板框5厘米 每一节下还内嵌灯带 彻底消除老人上下楼的安全隐患 走到边隐藏大鞋柜 外婆往里塞鞋 一个萝卜一个坑 怎么也不显凌乱 二楼老人房带两扇窗 拥有超大采光 老人躺在床上都能补盖 床头设置书柜 满足了外婆睡前看书的小愿望 原来外婆的储物间改为衣帽间 两老人一人一半 谁也别争 天花板安装柔和明亮的瓷戏灯 一点也不眨眼 羊爸羊妈的卧室紧贴老人房 窗边设置写字台 沙发床根据一家人的需求任意切换 主打一个省空间 老人为干尸分离 马桶边带扶手 超大的镜子 爱美的外婆能照得够 二层加层是新的储物间 东西堆进柜子里 柜台上还能运衣服 换季衣物放进收纳箱 外婆的大棉被就藏地下 主打一个眼不见为敬 三层孙子独享 爱玩音乐的小杨 就差把快乐客脸上 年轻人多走几趟楼梯都是小case 隔壁衣帽间结合书房 大气时尚 在这看书都高级 边上另有一柜子给小杨放杂物 领带衬衫都提前给放进去了 这是生怕小杨完不明白 三层同样带位遇见 小杨等了这么多年 总算苦尽甘来 一年后老孙回房 两位老人喜相迎 房子里里外外保持远样 增添了生活痕迹 更显生气 看得出两位老人非常爱护新家 外公坦白最喜欢洗衣房 洗衣烘干一气呵成 省下大把的时间 他可以种花 老伴喜欢什么他就种什么 老孙也是收获了一波狗粮 最后晒晒账单 结构加固70万元 硬装85万元 软装20万 总共花费175万元